这这感觉太奇妙了 哇这是一个宇宙空间吗 对啊 这上面淘的都是什么呀 还有东西 这都是文物 应该跟我们今天的整个形成有关系 欢迎来到探秘空间 接下来我将为你们介绍一座恨代墓葬 这是一座总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的超级墓园 大墓中的陪葬品不仅做工精美 数量更是惊人 总共发现了480件重量超过120公斤的各类精气 包括385枚金饼 50枚马蹄金 25枚磷纸金 以及20块金板 足以显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富足 而五辆真车20匹马的规格 又彰显出墓主人不仅多金 而且身份等级高贵 5200多枚竹简墓园 更是研究墓主人生活的汉代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这座建筑格局完整的临寝墓园 功能分区完备 甲字形墓葬总面积约400平方米 竹果市位于墓市中央分为东西两市 东市相当于墓主人寝宫 棺果位于室内东北 西市则相当于墓主人饮食起居和会客的厅堂 东寝西堂的布局是墓主人生前居室的模仿 这种独特的布局也区别于将墓主棺果放在正中心位置的其他汉墓 因此才让在墓市中心打下盗洞的盗墓贼毫无收获 竹果市东西北三面为器物残果 考古专家根据里面陪葬器物的种类 将其分别命名为 钱库 粮库 乐器库 衣丝库 武器库 文书档案库 娱乐用具库 酒具库 以及除具库 墓市南回廊为车马库和乐车库 竹果市与残果之间有一条宽约0.7米的过道 连同所有果市 可以看到 墓主人按照自己生前的生活场景 来设计他的墓葬 以实现誓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 显然 墓园主人身份尊贵 他究竟是帝王 王公 还是诸侯呢 所有的答案都藏在这泡黄土之中